关闭更新服务 那怎么关呢 是在哪儿 开始 你们按这个键 Win键加R键 Win加R是不是会弹出这个东西出来 是不是运行多少框啊 在多少框里面输入什么呢 输入 今天不用输入它 输入这东西 services.mic 学了嘛 咱就一点一点积累嘛 叫服务管理 创考 以后你们会尽量跟这个东西打交道 以后大家都会拼了 慢慢的啊 services.mic 咱们运行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窗口名字叫什么 服务 是吧 在服务这多少框里面咱们找什么呢 就是这个服务啊 咱们都不认识不用去管它 往下走找到达夫勒开头了 达夫勒开头了 你们能找到这个服务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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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怎么做呢 雙击打开这个服务 有没有发现你们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 就是以停止了是吧 啊 其实以停止还不行 那上面什么状态 注意啊 你光停止了只是本次停止了 下次开机 如果这个地方写的是手动或自动 他还会自动更新 把这个服务给他改成什么 金用 以后开机这个服务再也不启动了 你会发现改完就不管用 以后该怎么更新怎么更新 为啥呢 因为特别讨厌 有很多坑啊 你们注意看一下这个窗口呢 好 我们昨天发现呢 在右边有个恢复看到没有 啊 在恢复里面 你们这个第一个 这个地方写什么 写什么 把这个东西给他改成什么 无操作啊 改成无操作 确定 没有问题吧 两个操作啊 两个操作 第一个是在常规里面说把服务给停止了 改成禁用啊 第二在恢复里面把这个都给他无操作 好了 你以为这样就行了吗 嗯 还不行 为了呢是希望你更新啊 因为他可能要推出一些程序啊 所以咱们再说一下啊 在这里面咱们是刚才做哪些操作啊 停止啊 停止Windows什么啊 AppleData服务啊 并禁用 同时怎么着 再恢复里 改为什么呢 改为无操作啊 无操作 结果你会发现不行 为啥呢 咱们还需要做第五步 那不是第二个东西啊 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是干什么呢 啊 还是这句话 这是啥意思 Win加R 啥意思 是不是开始运行啊 出路 再打开一个称口 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对所有IT人员做是个好东西 以后你们学了欲就知道啊 啊 是个叫组策略啊 叫JP EDIT 还不是CMD 是吧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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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散就先拼了 反正你们后边慢慢改系统 你们还得这么做 打开这个组策略 打开这个组策略 打开组策略之后干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城口是什么城口 放大一下 是不是组策略免器 在这边做什么呢 特别长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录视频 因为我也经常记不住 在这个我先展开 我先展开 大家注意看一下 在上面有个计算机配置 在计算机配置下方有个管理模板 把这个管理模板给它展开 展开之后呢里面有个Windows组件 看到吗 这个Windows组件再给它展开 好了就找了 下方有个什么东西展开之后 下方有一个 能看这句话吗 多么讨厌的东西 Windows更新 然后选中这个Windows更新 在右侧 有没有发现我有个东西 我改过来 写什么东西 你看这以进用后面写什么 配置自动更新 右侧 双击打开它 给它改成以进用 放心 再也不会更新了 世界安静了 是吧 我电脑已经两年没有更新了 将近两年没有更新了 对吧 好吧 这个我给它录到视频里面了 好吧 你的步骤随时可以翻开看啊